我十六岁参加选秀 留了牌子 却被皇帝送去春河园献给太上皇 太上皇比我太爷都老 我看他一眼都害怕 生怕一不留神 让他在我手里咽气 事情当晚 我瑟瑟发抖抱出家谱 然后就听这老头子讲了大半夜我太爷的故事 怀念之余 还不忘踩我一脚 你与景明太不像了 我要是真相太爷 这时候也不能躺床上啊 选秀前我就不太想去 因为我觉得皇帝有点老 可娘亲安慰我 皇帝选不上我的 你看看你爹这个小官 再看看你这张小脸 别做什么春秋大梦了 事实证明 娘亲只说对了一半 皇帝没看中我 但他替他爹看中我了 这是什么人间疾苦啊 这届选中的秀女一共十个 三个进了皇帝的后宫 两个只婚给皇子 剩下四个给了宗室 只有我一个要被送去给太上皇 打听回来消息时 我的心就死了 我无法想象我后半辈子怎么过 太上皇都那么老了 万一哪天死了 不会让我陪葬吧 可心里再不愿意 脸上还要挂着笑 死一个和死全家 我还是分得清的 春和园很大 领路的嬷嬷将我带到回春阁 告诉我 从今以后 我就住这里了 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 塞了一把银子给嬷嬷 和她打听其他妃嫔的住处 以及我是不是要去给他们问个案 嬷嬷拿了银子 对我的态度就很热络 如今园子里除了小主 还住着六位娘娘 不过 各位娘娘都是好姓 小主不必担心 几位娘娘里最年轻的 也年近五十了 若是气性大些的 想来也活不到这么长 略收拾了一番 我就带着东西 去给各位娘娘请安 拜见的第一位 就是位分最高的余贵太妃 一去到 就被她身边的嬷嬷告知 余贵太妃午睡还没醒 我抬头看了看半片的太阳 行吧 老人家多睡睡 也是好的 接着又去了锦太妃 秀太妃 蓝太妃那里 无一例外都没见到人 只领了赏 文太妃和梁太妃两位娘娘关系好 住在一块 也是我为二见到的两位娘娘 他们对我的态度都很和善慈爱 一见了我就招呼我吃桌上的云片糕 椰蓉酥 看着是好处的 我才吓了凭雨 文太妃娘娘就捏折我的脸直呼可惜 这样一个水灵灵的姑娘 怎么命就这样不好 竟送到咱们这儿 我听者吃点心的心思也没了 梁太妃道 可不是吗 真可惜 接着 他们就毫不避讳地当着我的面小声曲曲皇帝不做人 我吓得点心也不敢吃了 规规矩矩作者 和太上皇第一次见面就是世禽 跟杀年猪似的被收拾干净 送到太上皇床上 我身体哆哆嗦嗦 脑子却不由自主想着大逆不道的画面 话说 八十多岁的太上皇真的想要人世禽吗 我不知道也不敢问 脑子放空 直到太上皇步履蹒跚拄着拐杖过来 好老 他坐在床边和我说话 并不急着上床 我感觉他可能是一个人爬不上来 心里瞎嘀咕 嘴上温顺的大话 太上皇慢悠悠拉着调子道 那你祖父是何人?官职极品 我低着头答了 太上皇面无表情思索了半天 看样子还是没想起来 见他几次三番摇头 我只好提起我的曾祖父 妾身的曾祖父是薛国公姚希 太上皇皱皮搭了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怀念故人的笑意 原来你是景明的后人 朕和景明那可是竹马之情 我家里也是显赫过的 现在嫡系一脉也照样显赫 是响当当的薛国公 不过 这些和我家没什么关系了 谁让我爷爷是树出 我爹也是 还是如出一辙的不受宠呢? 好不容易树树结合 到我这里 终于和敌沾边了 结果又被送给太上皇 前路一片黑暗 我恭维道 妾身也听家中长辈提起过您与曾祖父的君臣之情 才怪 我爹只会在家里阴暗爬行乱叫爷爷偏心大博武叔 而爷爷也动不动曲曲他的嫡出兄弟 太上皇有了兴致 两手撑床 把自己扭上了床 连我想搭把手 也被他躲开 朕从前爬树可好了 经常和景明去偷鸟蛋 用不着你服太上皇口里的从前 应该是六七十年前的事儿吧 久得能敌我好几辈子 他挪上床后 我心里就有些慌 他拍拍身侧 让我坐下 你们这些小辈年纪都太小了 什么都不知道 听朕给你讲讲以前的事 我露出恰到好处欣喜的表情 望着太上皇 极大满足了他回忆的性质 太上皇人老话多 絮絮叨叨回忆了大半宿往事 不过和世寝相比 我宁愿听他讲他怂恿我太爷爬树摘果子 然后被发现时抛弃太爷跑路的事儿 他说到尽兴时 哈哈大笑 你怎么不笑 我敏敏唇露出一丝笑意 他坑的是我太爷 我笑祖宗蠢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太上皇对我的笑也不满意 景明的后人怎么就这样蠢 和他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被他的语气吓到 连忙起身在床上磕头 心里嘀嘀咕咕 谁让我这只不是嫡之 没沾到太爷那清风朗月般的气质呢 再说了 我若真得了太爷的一星半点真传 此时此刻 我至于给老男人做妾吗 我都不想说 太爷要是知道自己的曾孙女给自己昔日的竹马做妾 怕是会直接气活吧 好气 一时没忍住 被太上皇发现一二 他道 小丫头还生气了 切身不敢 你这胆子也不像景明 怎么跟老鼠似的 太上皇这个老头子睡得晚起得早 差点把我折腾死 我才有点睡意 我就听到他起身的动静 想着规矩 狠心掐了自己大腿 才勉强挣扎起身 第一次服饰男人穿衣 动作不太熟悉 腰带笔划几下 才找准了位置 没注意脚下 伸手一个亮枪 太上皇躲得极快 差点让我一头栽到地上 我吓得活都没了 扑通一声 直接跪了下来 切身之措 太上皇摆摆手 让我回去 我跪着不敢动 不知道这个回去是回我自己的住处 还是让我回地下陪太爷 行了 朕这里不用你 冒冒失失地把朕撞了 还连累景明的后人 我这才放了心 小心翼翼地退了出来 经过这一顿折腾 天色才微亮 真搞不懂太上皇出来散什么布 见鬼还差不多 我嘀嘀咕咕走了一半 就撞见了同样早起散步的余贵太妃 我终于知道她为什么白天补觉了 这个作息很有问题 该不会人老了都喜欢这样折腾吧 我有点担心自己老了之后不合群 但转念一想 我可能没福气活那么老 真悲伤 一觉睡到自然醒 舒服 用完饭后太上皇派了一位姑姑来 说是教导我 我乖巧将人迎进来 不成想她是来教我爬树的 爬树 我好歹也算是贵女吧 爬树成何体统 不过 人在屋檐下 只能爬呗 换了衣裳 被领到园子里最大的一棵树前 亡姑姑手一伸 您请吧 我看看树 又只指我自己 我 她汗手 我傻眼了 您不教导几句 这还用胶 废物 我无师自通从她眼中读出这句话 悲愤不已 挽起袖子 不就是爬树吗 狗逼急了都能上墙 人应该也能上树 我绕着树左三圈 又三圈 硬是没找到一个适合上手的地方 王姑姑随手指了一个小宫女给我示范 她几下就窜得老高 我还是一头雾水 人和人的资质是不一样的 我和王姑姑 彼此都觉得对方无法沟通 学了半天 我只学了个皮毛 颤颤巍巍 双手双脚抱上了树 往下一看 心慌 姑姑 您快让人接着我 我不行了 小主 您一跳就下来了 不行 不行 快来人扶我一把 盼儿搭手把我接了下来 低声道 小主 您不用害怕 您只爬了这么一点点 她伸手笔划一下 距离只有小臂那么长 我无助地看着王姑姑 这算学会了吧 太上皇说了 您要爬到最上面才行 我仰头一看 真是比让我给老头子事情更难 我和几位娘娘相处得还不错 尤其是蓝太妃 若我的阿团活着 她现在的孩子大概也有你这么大了 蓝太妃边说边将桌上的酥酪推到我面前 这些娘娘们都喜欢投喂我 和养小动物一样 多吃点 以后想吃什么都来我这儿 我点点头 谢蓝太妃娘娘 不用谢她捏捏我的脸 惋惜道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其实 我现在的生活除去太上皇的任务外 其他都还不错 日子一团和气 我吃完了一小蝶龙虚酥 太上皇那边派人传话 让我过去 我只能磨磨嘴 告别了蓝太妃娘娘 给了传话小太监银子 才得知太上皇在看人射箭 我按道不好 我太爷是个文武全才 射箭百发百中 百不穿羊 也不在话下 太上皇该不会又赌物思人 想让我也练出一手百不穿羊的本事吧 天知道 我现在爬树都不利落呢 想到这里 我的脚步就不自觉慢了下来 脑子飞速旋转 除了磨蹭点时间外 没找到半点借口 太上皇见我姗姗来迟 不带我行礼就到 小丫头怎么走得这么慢 从明日起绕着园子多跑几圈 锻炼锻炼 我一个踉呛就跪到他面前 陛下 三思啊 太上皇三思了 但并没有完全三思 于是在爬树之余 我每天还要再跑上一圈 出师未洁身先死 我恨 太上皇招呼我坐下 让我陪者看射箭 公开如满月 剑去似流星 我看着看着就觉得射箭太洒了 和爬树跑圈相比 我宁愿学这个 好看吧 我狠狠点头 比切身想得更好 太上皇哈哈大笑 随即又说起我太爷 他们和景明相比 就是雕虫小技 不值一提 想当初 朕和景明联手可以射虎 说到兴头上 太上皇也不看射箭了 思绪全沉浸在往事里了 我吹捧的本事与日俱增 话不过脑子就能说出来 太上皇听完 惋惜道 可惜朕如今都拉不起弓了 他扶着太监的手慢慢起身 我连忙过去搀扶 他拍拍我的肩膀 期许地看着我 不过你这个小丫头可以学学 陛下 我不行吧 不用担心 朕会找人看着你的 我长吸一口气 维持住脸上的笑意 弯腰谢恩 早知道入园子陪太上皇是这么个结果 应该让我哥来呀 甚至我爹也比我强些 这倒好 硬生生给我整成一个练武补习班 学吧 十八班兵器都学起来 只要我不能把太爷拍在沙滩上 我太爷就会不断给我刷新任务 银石的春河园 连太阳都没起床 而我 姚勺 太上皇的新晋妃嫔 太爷的继承者 要在这个时辰起来跑步 别说 还真别说 这个时候的春河园 比白日里热闹许多 全是人 先是遇到散步的余贵太妃 接着就是梁太平等人 蓝太妃还给我塞了一块桂花糖 最后气喘吁吁 遇到了太上皇 他看我的眼神很欣慰 跑完一圈了 也不用这么早 妾身才跑了小半圈 太上皇眼中的欣慰 一下子就不见了 不争气地看着我 只差没拍着我大骂我没用了 罢了 你回去吧 我也不抱怨了 连忙行礼告退 感觉刚刚软了的腿 现在都有劲了 生怕走慢了半步 给了太上皇反悔的机会 这好意务劳的性子 要好好拜拜 冷不丁听到身后太上皇来了这么一句 我差点跪了 盼儿及时扶住我 小主小心 中秋节 太上皇起嫁回宫 把我们这些妃嫔 也都一块烧了回去 我和余桂太妃 兰太妃坐一辆马车 老老实实包着松子 听他们抱怨太上皇 余桂太妃道 太上皇想看儿子就自己回去看 折腾我们这把老骨头做什么 总归是年纪大了 脑子可能有时候也不清楚了 我心里一个劲儿地附和 要我说 他就是瞎折腾 不过 起码这段日子我不用跑步爬树了 也算是好事吧 接着就听他们毫不避讳地谈起皇帝 还有几位王爷公主的家长里短 一个比一个让我震惊 真看不出来 他们不在宫里 竟然对这些事也了如指掌 可能是我脸上的表情没收住 惹得兰太妃娘娘轻笑一声 余姐姐瞧瞧 小勺子怎么人都傻了 还是个小姑娘呢 我低头 我就是太惊讶了 听多了就习惯了 等我死了 我就把人手留给你 让他们给你讲 余桂太妃乐呵呵道 我忙道 娘娘会长命百岁地说完才觉得不对 立马更正 余桂太妃摆摆手 没事 人都是会死的 你不用这样小心 兰太妃娘娘揽着我道 等你活到我们这个年纪 你就知道了 那还要好久好久 我可以活这么久吗 我的疑惑太明显 兰太妃娘娘道 会的 咱们的小勺子运气好好 会事事顺遂的 如果真的顺遂 我就不会被送去给太上皇姐们 娘娘们也会事事顺遂的 余桂太妃微微摇头 点着我的额头 小勺子 你与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他们困于宫墙 垂垂老矣 而我 也会一步一步走向无可避免的衰老死亡 不过是时间不同罢了 原本想着回宫能偷懒些几天 没想到太上皇听了皇后的安排后 挡着众人的面 直接让我与他同住 万竹阁救不住人 姚家小丫头与朕同住就行 面对如此圣宠 我嘴上谢恩感激 心里恨不得把他骂出花来 能单独住 谁喜欢和老头子同住啊 反正这对我来说更像是折磨 兰太妃娘娘道 她年纪小 怕是侍奉不好您 您若是不放心她单独住 就挪去妾身那里 我眼巴巴看着太上皇 恨不得按着她的头硬下 侍奉不好就学 没什么是学不会的 皇帝也在一旁附和 父皇最会调教人了 兰母妃放心 我差点没把手里的帕子捏碎 这么会说 怎么不让太上皇调教你呀 别以为我年纪小就不知道 皇帝天性算不上聪慧 少时被皇帝带到身边调教了好多年 如今才坐上了皇位 我飞快地扫了一眼皇帝 想起大半夜和太上皇在床上扒瓜子 谈起皇帝这个儿子时 太上皇脸上气急败坏的神情 矮子里拔高个 要不是剩下的更不争气 朕也不会费心教导他 这大概就是活得久的悲哀了 太上皇的儿子不少 天资聪慧的也有几个 可惜没一个活得过太上皇 就连我那能文能武的太爷 也早早辞世 想来是天度英才 太上皇的住处自然是极好的 哪怕是我住的偏殿也不知妥当 我挑不出半点不好的 胖儿稍稍整理了一下床铺 小主还是第一次在宫里住吧 我点点头 摸着软软的枕头 心生几分感慨 招招手 让他拿银子出去打听打听当初入宫的秀女如何了 好歹也是同届的情谊 我关心关心也不为过 胖儿园就是宫里的 不过是这几年被太上皇带去了春河园 因此 消息打听得极快 我小口抿着冰糖燕窝 听胖儿说着入宫的三位秀女如今的处境 混得最好的已经成了贵人 颇得皇帝的喜欢 最差的那个半个月前因一场风寒香消玉允了 我手里的汤匙一落 太医院的太医那么多 怎么就没治好呢 许是命该如此了 小主还吃吗 我摆摆手 让他将东西收拾下去 喜书上床后 想起胖儿的话 还是觉得悲从心头起 这些秀女礼 论起家事、相貌、才干 我皆是垫底的存在 原以为去服侍太上皇的我是最惨的 现如今想想 不过是各有各的苦楚罢了 皇帝也五十多的人了 入宫侍奉也非一条通天路 只出去的那几个一帆风顺也难 我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好不容易有了困意 又被胖儿咬醒 天塌了吗 你一定要现在叫我起来 小主 太上皇派人叫你出去一块散步 我双眼一瞪 魂没了一半 就不能歇一天吗 我真不懂 那么大年纪了 折腾人有意思吗 心里骂骂咧咧 身体却很诚实地爬起来 勉强咽了半块桂花糕 就不想吃了 胖儿在荷包里 给我装了血片糖 您若是饿了 就先垫一垫 我点点头 带着几分决然地离开了 平等憎恨 每一个需要早起的日子 我去得晚了片刻 还被太上皇调笑几句 心情不好 不想搭理 怎么了 任床 我偷偷打了个哈欠 顺着台阶下了 又被他说了句娇贵 跟在他身后 听他老声常谈 说起太爷 说太爷虽出身富贵 可去了战场 也能和普通士兵一样 从不用开小灶 说太爷能文能武 替他南征北伐 硬生生将大鱼的版图 扩大了五分之一 他还不忘剑缝插针说说自己 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 这大概就是活得好的好处了 漫长的人生里总有那么几件可以说到的事 我道 曾祖父可以 那陛下也能如此吗 太上皇一愣 随即道 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朕是一国之君 岂能如此冒险 哦 这就是不能了 我懂了 你眨眼做什么 难不成觉得这是朕的借口吗 陛下怎么会觉得 妾身这样想 人怎么能控制自己不眨眼呢 你这小丫头 走到了余贵太妃等人的住处 又与他们会合 队伍越来越大 天色也渐明 皇宫的日出和春河的日出 没什么不同 都是同样的太阳 太上皇冷不丁淫了一句 太阳出出光赫赫 千山万山如火发 站在他身旁的余贵太妃立刻就接上了下一句 然后他们几个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淫湿了 我看得一头雾水 实在想不通一个日出有啥好感慨的 今天的日出和昨天 明天 后天的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一直不说话 太上皇很快就注意到格格不入的我 小勺子就没什么说的吗 我搜长瓜肚想了一遍 发现慧的那几句刚刚已经被他们说完了 而现在几双眼睛齐齐盯折我 我不禁微微退了一步 可怕 蓝太妃娘娘最疼我 帮着我打圆场 可太上皇却不依不饶 比我读书时的女夫子都严厉 我无法只能羞愧低头 承认我无才 太上皇摇头 可吸了井明的血脉 怎么就生出你这个文不成武不就的丫头 又是被嫌弃的一天 我都习惯了 小勺子年纪还小 陛下怎么能说这样重的话 随着蓝太妃娘娘话落 其他几位娘娘也纷纷为我抱不平 觉得太上皇对我太苛刻 太上皇气得当场甩袖转身 也没了继续吟师作对的想法 蓝太妃娘娘摸摸我的头 低声道 没事 陛下就这个性子 别往心里去 我看了一眼太上皇的背影 也就是会投胎 不然这个破性格早就被人按着头打了 不生气 不生气 气出病来 无人替 中秋宴 说是简单的家宴 可皇家的事儿就没有简单的 放眼望去 满满当当全是人 我本是靠着蓝太妃娘娘一块做 开开心心地吃吃喝喝看歌舞的 谁料太上皇想一出是一出 让我过去给他布菜 我刚一起身 就感觉店里所有人都朝我看过来 我忍不住快走几步 好在我也不是第一次给太上皇布菜 而且年纪大的人吃不了多少 因此这个活对我来说不算难 但是 布菜就不能作者 也不能自己吃 更不能心无旁骛地欣赏歌舞 心里气鼓鼓地 手却诚实地将太上皇刚刚扫拭一眼的金玉软膏夹到他碟子里 太上皇吃得差不多后才将我放了 菜也凉得差不多了 我敲着腿借口更衣出去开小灶 秋风阵阵 吹在身上舒服 我坐在凉亭里等 盼儿给我拿点信 却等来了不速之客 来人是豫王世子妃 听他自报家门后 我才反应过来 这位是我堂姑 往日我也是见过这位堂姑的 不过那时候他是众人追捧的对象 永远坐在首席 而我这种竖出墨枝压根就挤不进他们的圈子 如今 他竟然冲我行礼 我反应过来 也急忙回礼 他却避让 他敬的不是我 而是我身后的太上皇 出嫁前 我的价值来源于父亲 而如今来源于太上皇 我本人则无关紧要 我尴尬地笑了笑 不知他为何也出来了 还和我遇上 他先开口 你爹娘一直很担心你 特意拖我来看看你 爹娘两字 触碰到我心底最柔软的一片 跌跌骨子里 带着几分文人的傲气 娘亲又一向直率 最不喜欢须与尾夷之事 我都不敢想 他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才攀附上世子妃这样的高知 太上皇忍爱 对我极好 我爹娘他们还好吗 世子妃汗手 他们只是担心你 我垂眸 千百句话 耿在喉咙里 却对着世子妃无话可说 世子妃轻易扶开我病脚的碎法 为人父母的 只盼着孩子过得好 你好好的 他们便好 一入侯门深似海 更何况是后宫呢 于贵太妃曾说过 他十四岁就陪在太上皇身边 往后六十多年都没能再回过家 连父母亲眷的面容都记不清了 我初听时觉得悲切 如今反倒是真能感同身受了 我还想再说几句时 胖儿就带着点信回来了 身边一并跟着太上皇得用的大太监 陛下听说您在此 特意吩咐奴才将您喜欢的樱桃煎送来 陛下说了 您刚刚席上并未用多少东西 我为什么没吃多少东西 难道太上皇不知道吗 我总不能一边布菜 一边往自己嘴里塞吧 就是我不要脸 我还是要命的 谢陛下体恤 樱桃间拿上桌时 我无意瞥见了一旁柿子妃看我的眼神 无端多了几分敬意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他似乎是在惊叹我的能屈能伸 竟然连七老八十的老头子都能拿捏住 果不其然 太上皇派的人一走 他就压低了声音 询问教我的女夫子是何等人物 言语之间 似乎想将他请回去 教导自己的女儿 我心里纠结 我好像无意间 给我那正经的女夫子添了些乱子 小主 咱们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只好对不起女夫子了 不过 还是稍稍说了几句想降低柿子妃的期待 你那不成器的妹妹 能学到你十分之一二的本事 我就放心了 那还是最好不要吧 太上皇口里 我都是个没出息的废物 若他知道他的曾孙女还不如我 怕是真会气到炸裂 春和园的日子 是痛苦与快乐齐飞 每天挣扎者熬过太上皇那些鬼主意 剩下的就很快活了 不过 入冬第一次雪时 秀太妃病了 太医什么是不缺的 可几日过去病得反而更重了 我去看望她 她没让我进门 说是怕我沾惹病气 只让我赶紧回去 别着凉 我捧遮手炉 转身去拜访隔壁的余贵太妃娘娘 在门口将自己抖暖和了 才敢进门 于贵太妃见了我的动作 就笑 招呼我吃烤板栗 我试探地问起秀太妃娘娘的病情时 她脸上的笑慢慢收了 患上愁容 年纪大了 稍微不注意 一场病就能要了性命 我心里一惊 不是还有太医吗? 太医又不是万能的 生老病死 到我们这个年纪早就看淡了 我吃栗子的心一沉 软糯香甜的栗子都觉得没滋味了 于贵太妃拉折 我的手道 所以 太上皇才让你多锻炼 身体好了 就能少生病 话敢话 她又提起她早邀的七皇子 不禁落泪 那孩子生下身体就不好 我费心养到了十岁 眼看着就要大了 谁知道那年宫里出了斗艺 我忙起身坐到她身边轻生安慰 经过小半年的相处 几位娘娘的往事我也是知道一些的 除去梁太平娘娘 其他几位都是有过儿女的 可大多都因为各种各样的意外导致孩子没能留住 长寿 在有的时候也成了一种诅咒 秀太妃没熬过去 在腊月初三夜里没了 太上皇追封她为贵太妃 也算是生荣死哀了 她留下的遗言不多 由生前伺候的宫女代为传达 大多都是留给太上皇的 只不过她将大半的提己都留给了我 我摇身一变身价倍增 可我却没有半点欣喜 看着那些东西 我仿佛看完了一个身工女子身不由己的一生 光鲜亮丽丽浸满了苦涩 丧衣上 闻太平娘娘悲痛不已 体力不值地倒下 而这一倒下就再也没起来 一个冬天 送走了两位娘娘 让我胆战心惊 直到春日暖和起来 我才收了那些伤春悲秋的情绪 因为太上皇加重了我的功课 但是跑圈 就是每日早晚个一整圈 大半条命都能跟着去了 另外还要跟着武师傅习武 我想象中英姿萨爽的场面是半点没有 一上来就让我扎马步 结束后我差点感觉不到腿的存在 回去哭了一场 第二天又继续学 身体累也就罢了 太上皇还要在一边直直点点 说我动作不标准 上了战场会被人一枪挑起来 说我天资不足 性情又懒惰 使烂泥浮不上墙 当然了 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夸太爷 还掺杂着他对自己的夸赞 太爷如何 我是不知道 可我实在无法 将眼前垂垂老矣的太上皇与他口中银安照白马 撒踏如流星的少年结合起来 时间这把杀猪刀对太上皇是半点不留情 武师傅终于喊了停 我也顾不上一太了 一屁股坐下累得直喘 太上皇走到我面前 注意一太 你一个小丫头 怎么能这样没规矩 我被气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这个时候又知道我是个小姑娘 不把我和太爷比了 我的疑问太明显 太上皇罕见地给了我让我气急败坏的回答 景宁才不会像你这样 我气鼓鼓看着他 他转头吩咐武师傅多多操练我 让我早日支冷起来 亚苗助长 这是亚苗助长 光阴从指尖与并边飞速流逝 余贵太妃和梁太平也先后离世 春和园的主资越来越少 冥冥之中 我有一丝肯定 早晚有一天 这里会只留下我一个 往日欢笑不复 留我一个手遮着偌大的园子 想想就觉得可怕 万物向阳而生 唯我一步步走向没落 可人生本就是如此 生老病死 无能为力 又是一年禅明时 我终于开始学着拉弓射箭 一开始心中还是有过雀跃的 直到弓真的放到我手里 我才发现不好拉 太上皇在树荫里看到我 不出意外地又在嘀咕我没用 我跺脚 陛下行 陛下自己来示范给妾身看看 他气得起身 指着我大骂 说我目无尊长 这话我如今听了已经不怕了 谁让 整个园子里只有我一个能陪着他折腾 有恃无恐的滋味 真好 我索性放下宫 跑到树荫里和他说话 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的机智点赞 伺候 锦太妃娘娘的人就慌里慌张来回禀 说锦太妃娘娘不小心摔了 老人家经不起摔 余贵太妃就是因为不小心摔倒才卧病的 可一躺下 各种病都找上门 我急得不行 太上皇问了几句 就让我过去看看 我也顾不上暑气 直奔着锦太妃的住处就跑 得益于这几年的锻炼 这么长的距离跑完 我只是累得气喘吁吁 还没趴在地上哀嚎 听到我的声音 锦太妃立马吩咐人端上放凉了的绿豆汤 娘娘怎么会摔了 她一来过怎么说 年纪大了 腿脚不听使唤了 我看着她红肿的脚腕 触景生情地落泪 她反劝我 小少子不怕 没事的 我刚点点头 就听到她下一句 死了也好 我的亲人都在下头等着我 我不是一个人 我的泪刷一下就落了 指都止不住 别哭 人都有这么一遭的 她对生死看得很淡 但我想留住她 听着太医的嘱咐 每日往她跟前凑 恨不得亲自上手照料 可已经是事与愿违 就像我没留住余贵太妃 与梁太嫔那样 入秋的时节 锦太妃还是没了 她临死前意识 已经恍惚了 却拼命朝南伸手 嘴里止不住地喊着碎碎 碎碎 一生高过一生 宛若杜鹃啼血 她口中的碎碎是她的独女 十六岁和亲的永安公主 浅妾一身安社稷 不知何处用将军 永安公主的远嫁只换来了两年的和平 第三年时 南旗撕毁了条约 将永安公主祭旗 再一次进攻我朝 这一答就是整整五年 因战而亡者不计其数 史书上留下的记载都分外血腥 而对锦太妃来说 她的女儿再也回不来了 连魂归故里都是奢望 如今 走到寿命尽头 心心念念的 仍是这个女儿 蓝太妃泪流不止 太上皇也极为罕见地落了泪 伸手握住了锦太妃的手 锦太妃似有意识地望过去 唇角荡出一抹极淡的笑意 越过太上皇 落在我身上 我往前挪了挪 她带着良意的手 俯上了我的脸 要好好的 她的手默然落下 那双明亮的眼睛 再也不会睁开了 锦太妃去后 太上皇对我的管控也松了 因为他也病了 躺在床上的太上皇 与普通老人无异 皇权不能让他返老还童 富贵也不能让他无病无灾 我说不清我对太上皇的感情 一开始是极其怨恨的 我的一生才刚刚开始 就因为他这个老头子彻底埋没 虽然富贵不缺 可他性子古怪 整天拿我和太爷比较 太爷就是他的掌中宝 我就是他的脚底泥 可他偶尔不打压我时 对我也很好 和寻常人家里慈爱的曾祖父 没什么区别 我作为他身边唯一一个曾孙女 也全全享受了他所有的偏爱 不过其他娘娘的偏爱也全部落到了我身上 就连同他们的提己 最后也都给了我这个与他们无亲无故的小姑娘身上 失之东鱼 收之桑鱼 我全心伺候着太上皇 这次没有祈祷 老天也照样开眼 让他顺利好起来了 看到他主着拐杖走路的那一瞬 我竟喜极而泣 终于有一次人定胜天了 可我们才建立起的祖孙情义随着他的康复迅速降温 一下子就步入了寒冬 小勺子 你怎么跑得这么慢 半淡的宫你都拉不动 真是剁了井明的身后明 对准了射 怎么会不中 又不是火把 真是蠢财呀 他每说一句 就痛心疾首地用拐杖倒地 给我一种 我不成才 他死都不能瞑目的感觉 可我学会了这一切 又能怎么样呢 我出不去这牢笼 也不能像太爷那样开疆阔土 甚至连像一个普通男子那样凭借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都做不到 哪怕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等待我的也不过是老死此地的下场 甚至 我都不一定会有老死的那一天 每每想到这里 我就心灰意冷 父权与父权死死压在每一个女人身上 她们从手指缝里溢出一丝丝的偏爱 就能庇护着我们一生顺遂 我现在这看上去顺遂的日子 不也是靠着死去几十年的太爷与太上皇的情谊吗? 太爷死得早 才成了太上皇心中臣子的表率 还能在许多年后庇护后人 不像那些死得晚的 会连累家族 又是一年大雪纷飞的冬日 太上皇病的起步来身 这次的病来得突然 气势汹汹 连宫里的皇帝都冒着大雪过来了 眼见者 厌弃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 我忙得一刻也不敢歇 我怕一旦停下来 我就忍不住多想 我害怕她驾崩了 我也要死 我害怕这园子里的人越来越少 慢慢荒芜 蓝太妃娘娘看不下去 将我叫住 我拉着她的手 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可这些话我不敢和她说 她的年纪已经很大了 我不想让她难过 好孩子 没事的 我还是没忍住 哭着问出了那句 我埋藏在心底的疑虑 如果陛下驾崩了 那我们会如何? 小勺子 你要记得你与我们是不一样的 不要害怕 我拼命地点头 在蓝太妃安慰的声音里 低声痛哭 我想爹娘 想哥哥 想回家 小勺子喜欢什么样的人啊 我傻傻地抬头 我喜欢蓝太妃娘娘 喜欢锦太妃娘娘 喜欢 还没数完 就被她喊停 我是说 如果没来这里 小勺子想嫁一个什么样的人 嫁人 我模模糊糊勾勒出一个未来夫君的形象 要俊俏 要温柔 要脾气好 要人品好 还要对我好 好像我太贪心了 什么都想要 蓝太妃揉揉我的头 不着急 可以慢慢想 还是等到了那天 太上皇回光返照 吩咐人拿来执笔 由他口述 皇帝亲自执笔 下了人生最后一道圣旨 我和众人一起跪着 却随着他一字一句落下 惊恶地抬头 这最后一道圣旨是特意给我写的 封我为郡主 赐福底 享十亿 连春和园都给了我 我正正地接过圣旨谢恩 人都是猛的 他召我上前 以后要聪明点 不能丢景明的脸 太上皇驾崩后 我才彻底反映过来 于贵太妃说的那句 我和他们不一样 是什么意思 或许最开始 我是作为妃嫔来到这里的 可太上皇人老了 心也软了许多 还是给我留了一条生路 这条路 好久好久之前就开始铺设了 只是我傻乎乎的 从来没发现 怪不得他说我傻 宫里园子里所有人都只称呼我为小主 自始至终 我都没有明确的非平位分 这样一目了然的事情 我竟然没发现 我泪流满面地随着众人跪拜 恨不得将泪哭干 担惊受怕了这么多年 我终于熬出头来了 这一次 我诚心谢过太上皇 在感动 哭灵时依旧要用姜之帕子 不然一连哭几天 我是真坚持不下来 希望 太上皇不介意我弄虚作假 终于到最后一日 腿都跪得麻木了 起身时亮亮呛呛 转了转僵硬的脖梗 就看到跪在最前头的皇帝 没被身边人扶稳 一个亮呛撞上了官就 所有人都吓住了 静默一瞬就是惊呼 怕而扶着我站到一边 皇帝的脑袋都破了 血流了一地 有个大胆的太监 伸手试了是鼻息 然后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仰天悲呼 陛下驾崩了 我腿一软 随着众人又一次跪下 脑子里不合时依想起太上皇从前的抱怨 说他这些孩子看着一个个都是短命的 也就皇帝还算不错 幸好他死得早 不然见到这一幕 又要发怒了 不过 我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的腿脚吧 太上皇和皇帝的丧礼一个接一个 一直到初春才结束 其间 哭灵而倒下 随他们两位去的也有数人 不愧是皇帝 连死都要带走一波二人 我和家里见了一面 原本是要抱头痛哭 可最近哭多了 已经哭不出来累 只能干好了 七年不见 爹娘都老了 头上也生了许多白发 哥哥也吻中了许多 一本正经 看着还挺唬人的 原是想留下的 可想到兰太妃娘娘 我还是别了爹娘 又回去了春和园 今年的春和园与往年相比 少了许多人 很是冷清 可草木照样蓬勃而生 生机勃勃 我和兰太妃娘娘坐在庭院里晒太阳 吃点心 兰太妃娘娘与我说了许多 说我好不容易可以走出去 不应该陪着她回来 说起她漫长而孤寂的一生 说那些来过又走了的人 我静静听着那些或喜或悲或成或败的往事 庄庄渐渐到最后 都是无声的悲剧 急急迎迎者 竹篮打水一场空 一手好牌者满盘皆输 用情至深地临死才发觉是大梦一场 无欲无求者也被迫满身同袖 各有所求 皆是未能如愿 为了一息恩宠 拼尽一生 可不求 等着的也不过是一个绕不开的死 娘娘 您后悔过吗? 我后悔过无数次 可所有人都反反复复告诉我 一代一代人都是这样过的 他看我的目光带着释然与不甘 可是 小勺子 我要告诉你 这是不应该的 不是所有人都随波逐流奔向的结局 就是对的 你替我看者 总有人会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我相信蓝太妃娘娘的话 只怕我等不到那天 可我相信 总有这样一天 我们可以如男子一般 靠自己的学识才干谋生 而不是靠着攀附别人活着 可收担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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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